台灣的朋友 你們好嗎 好久沒見 我很感動 我不想哭 因為我有很多歌要唱 你們好嗎 其實我告訴你 我一出場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哭了 我就死都忍住了 因為太感動了 一出場的反應 令到我完全沒辦法集中 因為那些尖叫聲傳到我的咪咪 然後傳到我的耳朵裡嘩 所以是轟到我完全差點跳錯 我覺得今晚的觀眾 根本真的是十八歲 瘋了 他們的熱情 我覺得他們很瘋狂 真的瘋了 真的很瘋狂 但你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新的歌迷 我看到六、七歲 在前面跳了三個半鐘 他還沒停過 那個妹妹很厲害 我又見到很多年輕的朋友 還有很多陪著我們一起成長的朋友 我最開心的是有很多媒體 我們一些前輩 小燕姐 大鵬 曾國成 羅時鋒 曾國成 其實所有的朋友 都在我們過來的時候 我們是很陌生 所以跟他們經常都一起做訪問 多謝他們的照顧 變為朋友 所以他們都是看著草莽成長 我覺得是一個印記 在我們三個裏面的路上 所以他們來支持我們 真的很感動 剛才我見到小燕姐 我真的抱著她 親了她一口 曾國成說小燕姐 通常看到十點 花火睡覺 是啊 她不離開 真的看到我們十一點 真的看到完整場 她說她會哭 但是我今天在小巨蛋 我發現小巨蛋是非常適合草莽做的 沒錯 這個場地 不知為何跟我們好像很有緣 我覺得應該每年都要來一次小巨蛋 每年供一次蛋 因為這次我們在小巨蛋 就是一個三面台 之前我們這個Regrass Opa演唱會 就是在香港四面台 所以其實我們為了台灣這一站 我們要將所有的舞蹈 由四面台改變成三面台 所以工程都挺大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時間又不是很足夠 所以這次大家的團隊非常之團結 無論負責音樂的 舞蹈的 舞蹈的 每個人都很勤奮 所以每個人都要收了幾個圈 所以待會去慶功 我們要一足一多謝他們 除了舞步之外 因為台灣 我們很多台灣的歌迷 我們特別唱多些國語歌給他們聽 所以今天的溫彈跟整個世界 隨便演唱的 亦都是不同的 加料了很多 對 所以這次台灣的歌迷真的有覆 還有問男歌 對 又加了國語歌很多 很多國語歌 我寫的問男歌 下一站 其實我們大概兩個星期 多些 我們就已經去美國 所以這一段時間 我們又要再調整自己的歌 歌單 因為有很多歌 又要唱回 轉回廣東 所以這段時間 又是彩排 練歌 練舞 美國的東西岸 到時就會見到美國的朋友 之後 我們又會去到新加坡 新加坡的朋友 要準備 你們都要練戲了 因為 先偷露兩站 對 其他就不說了 後面還有 很重要的 如果這個問題讓我 好害怕 我的心 為了愛你 請願讓你把我 當作他 一起生吧 無 不用孤獨 放開把腦袋痛苦 一起生吧 無 不再孤獨 從路忘記的 呼呼呼 鍾 無 不 好 太煩惱 與痛苦 一起生吧 無 不 不 在 孤獨 投入 忘記的 哭哭 哇 Ja 哦哦